今天这个视频我给大家介绍如何用食物来维护我们大脑的健康 改善记忆力 防止痴呆和其他精神疾病 端倪世界 守护健康 我是杨医生 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学习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比较差 或者学习成绩不理想 这个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 如果你发现你本人因为工作学习的压力大 记忆力注意力都在下降 那么你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 如果你家里有老人开始出现健忘 焦虑 情绪低落 少言寡语 词不达意等等 今天所介绍的食物就是你家餐桌上的必备制品 我们都知道大脑很重要 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食物对大脑尤其重要 人的大脑只占人身体重量的2% 但是它却消耗了我们身体能量和营养的20%以上 大脑简直就像一个忙碌的化学工厂和一个强大的核电站 那么大脑需要的能量和营养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空气和食物 新鲜干净的空气对我们的大脑和全身健康都很重要 但是空气我们没有办法掌控 是吧 但是吃什么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所以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七种最重要的大脑保健的必需视频 还有五种你千万少吃或者不吃的东西 请你一定看下去 在介绍这食物之前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不是你知道了该吃什么或者不该吃什么 你就会去做呢 不一定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的原因没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信念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要不不会去做 要不做了你也坚持不下去 不光在饮食方面是这样的 在生活工作的任何方面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食物来维护我们的健康 大家知道我们很多慢性疾病 包括痴呆和早老性痴呆都有一定的遗传因素 大家一听有遗传因素就觉得完了死定了 谁能改变遗传因素啊 食物就能改变 健康平衡的饮食啊 它虽然改变不了基因的顺序 但是呢 它能够调控不良基因的表达 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基因表观治疗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了食物 人家说呀 药疗不如食疗是千真万确的 不要以为实验室和药厂生产出来的药片才是科学 其实你家餐桌上的健康食品才是真正的科学 还有大脑之所有重要 不是因为我们把它顶在头上 而是因为它承担了我们全身各个系统给它下达的任务 同时呢也接受了全身各个系统给它带来的能量和营养的支持 所以全身的健康对大脑健康至关重要 各种慢性病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等等 都能够导致大脑的功能下降 那么控制这些慢性病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除了运动就是健康的食物 所以研究证明良好的营养和多吃健康的食品 可以提升大脑的各种功能 帮助降低痴呆症的发生 如果你明白了这些 我相信下面这些知识呢 你就会比较认真的去对待它 那么我们现在就讲这七种可以抵抗 大脑功能衰退 并且帮助你保持全身健康的食物 第一个就是深绿色的蔬菜 在美国市场上能买到的羽衣甘蓝 菠菜和瑞斯甜菜 都是这类蔬菜 它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它含有B组维生素 特别是叶绿素 它们在大脑的生物化学反应中 都起着非常重要的辅助和催化作用 它们还有抗炎和抗氧化作用 调整人的情绪 也能提高人的认知度 不仅在沙拉中可以吃 在汤里面菜里面都可以添加 这些功能强大的食物 第二种就是各种浆果 像草莓 浮盆子 蓝莓 黑莓和樱桃 它们都含有一种叫花青素的类黄酮 它们可以阻止自由基引起的大脑的损害 这些和其他的浆果都含有抗氧化和多种维生素 所以有助于减少大脑的炎症 改善大脑的健康 最近日本人发现一种炮疹病毒感染 也会引起抑郁症的发生 其实各种细菌和病毒的感染 都会对大脑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产生一种炎症反应 造成神经精神症状 所以各种各样的抗氧化剂都非常重要 第三就是各种坚果 比如山核桃 杏仁 核桃 腰果和花生 它们都富含健康的脂肪酸 酶 酶 维生素E和B组维生素 这里面酶的功能非常重要 以后我们在营养素里专门介绍它 请大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定要点击一下后面的小铃铛 你才不会错过我们以后的重要视频 研究表明和不吃坚果的相同年龄组的女性相比 每周至少吃五份坚果的70岁以上的女性 她的大脑健康会显著地改善 还有一项研究表明 英国核桃中的植物化学物质 可以减少老细胞的炎症 从而在整个的衰老过程中保护你的大脑健康 第四就是含有Omega-3脂肪酸的各种各样的食物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身体是由细胞构成的 而我们细胞的完整性和功能性 需要好的健康的细胞膜来完成 而这个细胞膜的重要成分 就是必须脂肪酸Omega-3和Omega-6 它们不仅保持了我们细胞膜的完整 也保持了我们细胞膜内外的生物化学物质 进行沟通和平衡 人体其实不仅需要足够的必须脂肪酸 而且Omega-6和3的比例 应该保持在2比1到4比1左右 也就是说Omega-6比Omega-3要多出2到4倍 那么我们为什么光听说要补充Omega-3 没有太说补充Omega-6呢 那是因为在我们的现代的饮食里面 特别是西方饮食 Omega-6的含量已经非常高了 通常比Omega-3多出10到30倍 所以在临床上我们就对病人的必须脂肪酸 以及Omega-6和3的比例进行检测 这样来确定怎么样平衡 怎么样补充 像橄榄油 亚麻子油和各种各样的肥鱼 金枪鱼 沙温鱼 鲑鱼和金鱼 都是富含Omega-3的食物 它们当中的DHA和EPA 都可以维持大脑的健康 所以研究证明 Omega-3对防止磁带有重要的作用 大家用这个橄榄油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把它炒热了 因为这样会破坏里面的必须脂肪酸 你把饭菜煮熟了 再撒上去 第五就是十字颗类的蔬菜 像西兰花 花椰菜 豹子橄榄 还有其他的十字颗类的蔬菜 因为它们富含B组维生素和类胡萝卜素 具有降低同型半光氨酸水平的能力 同型半光氨酸是跟我们认知能力下降 时代是有相关性的 这个同型半光氨酸其实还会损害心脏 特别先天有甲基化不足的人 那么它可以产生比较高的同型半光氨酸 甲基化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生物化学反应 跟我们各种慢性疾病有关 20%到30%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甲基化障碍 将来我们要做个视频专门介绍它 所以希望你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不要错过这个视频 第六就是一些调料 像树微草 小茴香 孜然和肉桂之类的 它们不仅让食物变得味道很好 它们还含有大量的多酸 它能够吞噬老部的斑块和减进炎症 从而预防认知障碍 和早老性痴呆 为我们的记忆和大脑健康 提供了很多好处 所以大家做饭的时候 不要吝惜你手中的香料 要让它们不仅让食物美味 也让大脑健康 正所谓的芳香开窍 第七就是各种各样的瓜子 中国人有个好习惯 就是艾科瓜子 葵花籽和蓝瓜籽 都含有很多的抗氧化剂和营养素 像维生素E 鲜 Omega3 和胆碱 能够减少认知能力的下降 亚麻子也是一样 撒在沙拉上 或者把它加到其他食物里面 都可以改善大脑的健康 如果你看到这里的话 我要祝贺你 你已经把最重要的 对大脑有益的食物了解了 但你发现我没有提到红肉 其实肉里面也有很重要的营养素 比如鲜 铁 铁 和重要的氨基酸 它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饲养 如果不是吃草的动物的话 它们常常是用急速催出来的 同时又用很多抗生素来防止它们感染 我看过一张图片 那些可怜的成千上万的牛 都是被框在笼子里长大的 另外一个就是红肉里面 含有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和胆骨醇 还有过量的铁 如果是加工过的肉类 它还含有很多的防腐剂和添加剂 这些都会造成新老血管的损害 加州大学发现吃红肉太多的人 容易造成早老性痴呆 主要是因为过量的铁 损害了大老细胞 那么除了红肉 特别是加工过的红肉 还有哪些东西我们不应该吃 或者应该少吃呢 首先是酒 它的危害特别大 如果喝过多的酒 它能造成非常特殊的老痴呆 以后我们专门去讲它 其次是各种各样的 精致的骨类 就是各种各样加工过的骨类 糖果和甜点 这些都是造成老年痴呆的危险因素 因为它们高糖 如果您认为你自己或者所爱的人 可能患有健忘学习困难 甚至于我们上次节目谈到的痴呆的现象 请您一定和他分享这个视频 并帮助他们制定更健康的饮食和营养计划 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痴呆的风险 预防痴呆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 包括营养素排毒以及运动疗法 以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看到更多这样的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